夏天就要到了 大紐約地區即將迎來 全球第九個樂高主題遊樂園 最近他們向媒體開放了提前預覽 讓我們先讀為快 經過漫長的等待 紐約樂高樂園 終於傳來即將完工的消息 今年夏季就將迎來首批客人 成為北美第三個樂高主題公園 樂園的雛形已經基本明確 人們可以看到豐富的樂高模型 還有迷你的曼哈頓景色 讓人瞬間成為行走在摩天大樓之間的巨人 疫情時整個工程停頓了數月才緩慢恢復 而受到疫情衝擊的還有園內設計 原本人們可以面對面 在圖紙上進行創作修改 但在防疫令下 一切都是通過視頻進行遠程操作 這實際上需要更加時間 更加繁榮 雖然樂園開放時間推遲了一年 但完成竣工後還將會有更多的景點 如使用人臉識別技術的工廠冒險之旅 將遊客從現實中的模樣縮小成迷你人物 當然還有更多的樂高積木 樂高主題度假村離紐約市約60英里 除了主題樂園 度假村酒店也計劃在今年開業 不過目前國際旅客仍受到旅行限制 度假村的經營如何還要拭目以待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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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